究竟在這個整個世界 包括COP26這個氣氛之下 這個氛圍之下 香港金融業 在香港金融業 有沒有好好配合呢? 就是現在這次的綠色經濟 或者綠色金融的發展呢? 香港不是沒有做事 是有做事的 但是如果看新加坡和香港呢 似乎香港在整體的謀略方面 在整體規劃方面的確是沒有新加坡那麼完善的 新加坡怎麼做呢?我講一個新加坡的例子 也不單是新加坡的例子 新加坡的例子呢 其實完全是歐盟的參考來的 現在全世界呢 如果綠色金融方面 或者甚至乎包括綠色金融當中的其他配套 包括碳排放交易 所有的融資 綠色的債券 或者政府的資助獎勵 政府對企業轉為綠色經濟 配合綠色經濟的一些規範 或者是推動ESG 這些全部可以這樣說 歐盟是世界領先的 比美國還要領先的 現在新加坡都是基本上是歐盟的 不過新加坡既然是我們主要的對手 而且我們兩個城市的形態和城市的結構很接近的 也都相當依賴外來經濟的支持 所以在新加坡走的路呢 我不能說一定抄在香港 但是某個程度上我們可以作為一個標竿 令到我們去看看我們究竟做不足呢 新加坡怎麼做呢 新加坡的一個金融管理局 MAS 他在幾年前已經有一個路線圖了 路線圖不是說香港那種路線圖的 香港路線圖就說我要推動綠色債券 我要什麼什麼 他不是這樣的 他首先就是說 第一個 新加坡政府要管理好綠色投資的風險 就是說他要建立一個有綠色的市場 就是說包括在監管方面 包括規劃方面 包括在市場准入方面 或者門檻方面 他要定一些標準 令到投資者覺得安心的 是因為這樣你才可以有財富 願意扔進去綠色的金融的投資裡面 所以新加坡政府第一個 就是在它的規範 在它的法律法規 在它的規則 在它的一些定位方面 還有在一些保護措施方面 是穿物的 而第二方面 它是人才 那就除了在金融 就是在新加坡的一些學校大學 是對綠色經濟 綠色金融 是進行一個專題的一個推廣 還有專題的一些訓練 就是訓練多一些大學生 或者多一些市場人士 去到進修 而得到更加多的一些 就是有關綠色金融 或者有關綠色金融的雙邊 包括譬如ESG 包括碳排放 包括了可能 就是世界的一個 就是立法的趨勢 這些種種種種種 它都是在教育方面 是賠了一幫人才出來的 然後第三方面 它就是一個現在從業員方面的認證 那它就希望大部分的從業員 是越來越多獲得世界級的認證 包括來自歐盟的認證系統的認證 令到新加坡的金融傳言人員 可以對著外國 對著一些外國的一個企業 或者外國的資金 是有一個優勢的 就是有一個比較高的 可以承認的一個資歷 那這些種種之後 新加坡開始 就要考慮怎樣去設置資金池 因為呢 跟著的做法呢 就是說首先 你要發展綠色金融 你首先就有人肯去投資 那就是說你有一瓷的資金 你要就養到一瓷的資金 就是養到一個 是一個分量的資金在那裡 新加坡的資金已經說了7000多億美元了 那就是說新加坡在管理的財富 這些財富是容易是願意投資在綠色金融方面 或者投資在有關綠色金融 或者有關環保產業上面的範疇的呢 新加坡已經存了7000多億的美金 香港相對呢 就是這方面呢 是比較是差的 那香港根本就沒有一個統籌 是呢 就是對這個資金池呢 是進行一個呢 就是 可以這樣說了 進行一個推廣 好了 跟著第二 新加坡呢 是也都開始規範 尤其是新加坡呢 很想呢 是自己在東南亞國家 東盟的國家 東盟呢 未來每一年 是因為呢 2030年和2050年的目標 如果真是達到這個目標呢 一般估計 只是東盟呢 每年都投入呢 2000億美金 才可以呢 就是去到2050年代 碳中和目標 如果你說香港周邊 香港比新加坡更優越 新加坡呢 是有 就是東盟的市場呢 香港其實 除了東盟市場之外呢 都還有呢 中國大陸市場 那就是說呢 東盟和中國大陸 加上可能每年投放呢 超過5000億美元的資金下去 一個呢 就是將現在的經濟呢 是調整到呢 就是去到2050年呢 碳中和的目標 這些投資 就是說呢 這些投資金 第一個你一定要 把資金持在那裡 第二個你就是要呢 就有一些項目 你會有一個規範 你一個選擇 你一個篩選 是有些標準 去令到那些項目呢 是令到投資者呢 是安全的 是投資者的投資安全的 包括了呢 你令到項目呢 就是說在一個碳交易 或者碳的一個排放的減低的方面呢 是有一些世界性的認可啦 又或者呢 就是甚至乎 資金的運用啦 會不會呢 就是借了一些 拆放了一些綠色的資金 但是呢 回頭呢 用了別的地方啦 又或者呢 就是會不會呢 就是當中可以幫助一些企業呢 在一個碳排放的改善當中呢 是拿到更加多的增益呢 例如碳交易市場 這一方面我講講香港兩個發電廠啦 香港每年呢 是的碳排放當量呢 是大約四千萬噸 碳排放當量 碳排放當量的意思就是說呢 我們用碳一噸碳來做一個單位 一個虛擬單位 一噸碳的當量就是說呢 你無論你是燃煤啊 或者是用來燃機都好 你因為燃燒而產生的軟化碳 去計算出來的一噸的二氧化碳呢 就是一噸的碳排放當量 歐洲呢 無論是在碳市場呢 或者是世界的碳市場呢 都用碳排放當量呢 去做一個交易單位的 香港現在一年呢 全香港 是的碳排放呢 是有四千萬噸的當量 好了 當中兩家發電企業 當中的幾個發電廠 加起來的碳排放當量呢 是二千六百三十萬噸 那麼你計算一下吧 二千六百三十萬噸呢 除了四千呢 大概香港的碳排放呢 是有百分之六十六呢 就是三分二呢 是來自呢 就是兩家兩電的企業的 就是兩家電力公司 其實佔了香港的碳排放呢 是六十六個百分比 如果他们很幸运,他们受到香港政府的保护,受到香港的一个挡头,就是说受到香港的一个壟断的保护,是因为签了利用管制协议,是因为电力条例限制香港市民可以随便发电,香港市民就算有一个发电机,理论上你不可以发电,因为电力是只能够两电是可以发电的,而电力条例里面是保护着它,当然少量是没问题的, 大量是不可以由你发电的,你一定要把电给回两电,或者用两电去批准你才可以这样做,香港有了这个保护,两电其实所有的有关要做到碳中和的投资,都结果因为利用管制协议,是要香港人付款的,香港人接着交电费的时候,是要付钱,他将发电机组由燃煤发电,转回来做天然气发电,好了,但另一方面怎么看呢? 昨天我们讲过,当然有其他alternative,但我们也讲过的,其实当中电和港灯在碳排放当量下跌,甚至乎它现在是发,现在不是最高,因为最高已经过去了,因为中电已经有接近四成或者一半,是用燃气发电已经减低了碳排放量了, 但是现在讲的26300吨,去到现在的数据,2630万吨,去到如果2050年达到中和的话,每一年少了的2630万吨是值多少钱呢? 原来现在的碳排放市场,在世界有中国大陆,有新西兰,有新阿波,有欧盟,有加州,有几个大市场,香港就正是没有这个市场,香港可能觉得这个市场香港就是不稀罕了, 但是中国大陆的市场,暂时只是大型的电力公司可以参与碳交易而已,因为交易的基数小,所以它的交易金额,就是说每一吨的碳排放的当量,在中国大陆大概值50到60元港币而已,就是一吨减低的碳排放,值50到60元,那这个是什么概念呢? 就是一间公司,两间公司,因为地理原因,因为很多原因,因为可能它呢,根本公司就没有钱去投资,去升级现在的自己的发跌机组了,但是如果借钱呢,它结果呢,就是计券的成本很重,但是另一间公司呢,它原来自己呢,可能在印尼有一个动力煤矿的,可以呢,就源源不住地供应,动力煤给它是比较便宜的,所以它相对市场景仅大,所以呢,它对这个碳排放的压缩,或者, 就是对这个碳排放的一个,就是减低,它有一个优越的条件,是因为这样呢,所以它呢,在碳排放方面呢,它可以被人做得更加多,大家的目标呢,在2050年才有碳中和,可能它呢,10年,2030年呢,它可以演示,可以达到碳中和了,因为它有资金去投资,那跟着因为这样呢,它呢,快了的时间,就是快了几十年的时间呢, 这些的碳当量,就是每一年,它释放少了想大气的碳当量呢,可以在街市场呢,是卖给一些呢,就是企业,那些企业呢,就是没有办法投资到呢,去转型自己的发电,或者自己的生产,而减低了碳排放,或者令到碳排放到中和,它做不了了,它就要市场买回份额, 那某个程度是惩罚来的,欧洲的概念就是说呢,你做不到就要买,那就是你都一定要达标,你达不达标就直接要关门大吉,但是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呢,这个成本,就是碳价的成本呢,如果那个市场,或者如果那个国家,或者那个气氛呢,是对环保概念是比较热冲的话呢,理论上,这个碳当量是不断价格升的,中国大陆已经说了,现在呢,在能源企业方面,发电企业方面, 才有的,那在2021年的7月呢,才开始散的,那现在大概的价格呢,都是说几美金而已,就是大概呢,就是五六十元港币左右,一吨的碳,但是我们说一说,看一看远一点,就是全世界最成熟的一个碳排放,的一个交易市场,那就是欧洲的交易市场,欧洲的交易市场呢,欧洲交易市场呢,一个当量的碳排放,就是说一吨的碳排放,就是说一吨的碳排放的当量呢,是说成500元港币,那就是和中国大陆的价格呢,是差成九至十倍, 中国大陆当然呢,当更加多的企业进去,当政府呢,更加多的政策,是希望呢,企业呢,是达到呢,政府的要求,那么呢,现在的碳,中国大陆的碳, 中国大陆的碳当量交易呢,的金额呢,那个unit rate呢,就是说那单价呢,肯定会提高的,甚至我自己觉得,中国大陆呢,是更加呢,可能有机会呢,是高过欧盟价格的,就是欧盟现在是五百元吨,那中国大陆可能有机会高过五百元吨,那好了,这个呢,和习近平常常说, 金山银山呢,就是这个是,青山绿水就是金山银山的意思了,就是说青山绿水呢,就是一个环保,一个保护了地球呢,就是我们的金山银山,就是说呢,价值呢,就不会比环保,就是说现在的环保价值呢,是可以很高的,就是呢,青山绿水就是金山银山,就是说这个呢,受到保护的地球,受到保护环境呢,就是我们的财富了,好了,如果香港,这二千六百三十万吨,二千六百三十万吨, 是可以归零,而且呢,是比世界的一个,就是需求呢,更加快做得到,更加快做得到, 他就可以呢,每年呢,是因为减低了碳飞放的当量呢,而在碳鸡液市场换取到一个金額, 来,现在了现在中国大陆呢,这个金額只要上面几十十元而已,五六十元而已,在欧洲那里是500元,这个就正正香港, 为什么可以开碳价值市场呢,香港也可以开碳价值市场,最少我们俩用两个供应大户,就是2电, 加上我们去面向开放的包括东盟 包括中国大陆其他企业 因为中国大陆现在暂时就是发电企业 有这个就是参与的一个门槛 因为发电企业是比较碳排放比较多 但是香港鄰近譬如新西兰有畜牧业 所以新西兰也有畜牧业 因为牛也是全世界其中一个 就是放异在太阪最多的地方 但是有氧牛的地方中国也有氧 中国也有畜牧业的 东南亚也有畜牧业的 澳洲也有畜牧业的 香港会不会早点开个碳交易市场呢 可以吸引到中国大陆 吸引到东南亚 吸引到澳洲的公司 是来香港进行碳交易呢 如果香港进行碳交易 结果金额是达到高的 相当高的 那这些经纪 这些从业园 它都一定有中间的利益的 那就是香港也都可以从中得到 市场包括金融市场得到一些支持 总体来说 刚才说到 新加坡政府和香港政府应该要 或者香港和新加坡金融体系 分别在于香港在这方面 还未开碳交易市场 新加坡已经开了 我们是何时才开始呢 我们是不是一两电 就是我们两电的公司 它在碳排放可以达到一个效果 它跟着的交易要出对外国市场做交易呢 就不是留在香港做交易了 香港是否在这方面都要发展起来呢 那就是说呢 无论是教育 无论是市场的人员的一个资力培训 无论就是香港怎样的规范 保护一些投资绿色金融的资金的安全 跟着香港怎样的规范 是将一些绿色的一个项目 就是将它配件成为投资产品 包括去绿色债券 或者它跟着配件完之后 它将来的得益呢 就包括了一个碳排放的交易市场 可以令到它有增益 那这种种包括了ESG ESG就是一个现在经常说的 很多人都知道 要是可能呢 尤其是跟股市有关的 跟上市有关的公司呢 都要知道呢 就每年做过ESG报告 那为什么这么做 或者ESG报告是什么 他们可能不知道 ESG本身呢 就是环境管治和社会 那就是这三方面 就是环境保护啦 社会的一个就是反响啦 还有管治啦 这三方面呢 就是息息相关的 这三方面ESG呢 某个程度上呢 就是现在地球 其中一个趋势 就是去到呢 更加呢 就是保护地球 更加绿色 更加呢 就达到巴黎协定的过程里面呢 企业呢 将来发展的其中一个呢 就是方向来的 方向就是说呢 你一定要看着青山绿水 你一定要看着呢 就是有一个环境保护 你才呢 那个企业呢 才可以健康成长 因为要做得到的话呢 第一你不会破坏地球啦 你长远来说 整个环境好了 第二个呢 就是你给别人走得快呢 你会有奖励的 包括在绿色的金融方面呢 你可能借钱容易一些啦 又或者在绿色企业的发展上面呢 你可能呢 是有很大的生意压 再加上呢 就是如果你碳台放不平达 还是有一个成果 比如香港两电呢 是个碳当量是可以换成金钱 就是说你省了的 减低了的碳排放呢 可以换成财富 这些呢 就是香港暂时 在整个呢 就是现在世界大趋势当中呢 我相对觉得呢 都是落后的范畴 香港有金融管理局 香港有这个港交所 香港也都有呢 就是财政那方面的 财政司司长啦 也都下面有两三个呢 是有关商务上 有关金融上面 有关市场规管上面的官员 的司局长啦 那但是他们究竟呢 是怎样整合了一个呢 就譬如 绿色的金融 或者绿色的 经济板块发展中心 这些这样的呢 就是权威一些的机构 去统筹 去规划 的时间表路线图 香港是没有的 香港基本上呢 就是每年的一个 财政预算案里 是讲几句 那就完了 接着呢 就是全部东西呢 都没有一个总体规划 没有一个总体的协调 没有一个总体管理 那就有个市场自然发展 但是结果呢 香港就因为这样呢 可能流失了很多机会呢 是给新加坡 尤其是新加坡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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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